第1389集 在芸汐一头扎进实验室研究的时候,赵雨墨发了消息过来,韩耀天接梁好几天,都堵在学校门口,没见到芸汐,就直接把赵雨墨给堵了。 闹夫非要见着芸汐不可的架势,让赵雨墨不胜其烦,只能打电话给芸汐求救。 韩家被拉下马以后,最近似乎低调了很多,从木飞池的情报可以看得出来。 为了稳住韩家的经济,以期将来再度跻身四大家族,韩家开始卧薪尝胆,亡羊补牢了。 可越是这样,芸汐越是知道,事出反常必有妖。 不管韩家是真安分了,还是假安分,目前对她来说,都已经不算是第一位的敌人了。 芸汐给赵雨墨报了个地址给韩耀天,她很清楚,如果不是有事,见不到她,她是不会放弃的。 正好实验研究的瓶颈期,她索性出门一趟,也顺道回学校,跟教授报告了一下这次实验研究的进展。 现在还是病毒感染的高峰期,芸汐特地选了市区人不多的高级西餐厅见面。 掐着时间,芸汐戴着口罩出现在餐厅门口。 韩耀天一眼看到了出现在门口的身影,赶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,朝她招了招手。 走上前,芸汐看了眼一身休闲装扮的韩耀天。 韩家如今落魄了,她倒是和晚常一样,穿衣打扮一丝不苟,不落人下。 许是因为私生子的原因,她做的一切都力求完美, 不愿意输给韩家任何一个名正言顺的迪触的儿子。 骨子里的自卑,不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,依旧是她不能揭穿的伤疤。 芸汐刚走近,还要天边走过来,绅士地替她拉开了椅子。 举手投足,都是一副世家公子的礼仪做派。 只可惜,她的出身,注定了她不论做什么,也只能是东施孝平, 比起目非是骨子里透出来的优雅高贵。 即便什么都不做,她一个眼神,都能让人打心底的畏惧和仰慕。 芸汐也懒得跟她矫情了,直接坐在椅子, 抬眸看向对面,冲她微笑的男人, 隔着口罩扯了一剂冷冷的笑容出来。 韩总这么着急地找我,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? 最近病毒肆虐,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, 还是尽量地避免外出才好。 芸汐,你怎么好像很不喜欢我? 韩耀天拿过菜单,对她的冷漠也不生气, 反而脾气很好地询问她想要喝些什么。 随便地要了一杯热茶,芸汐细血地扯了扯嘴角。 哼,韩总长得好,家事也好, 喜欢你的人应该很多,不差我一个吧? 可别人再好,却也不如得芸小姐的青睐,不是吗? 这话还明显是带着几分暧昧和撩拨了。 芸汐对韩耀天的这一套早免疫了, 或许上辈子还会有什么见鬼的羞涩和兴奋。 这辈子重活了一次, 再兴奋就是找死了。 韩总不妨直说你的来意吧, 我虽然年纪不大, 却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。 你们韩家的人这会儿, 应该是恨我恨得咬牙切齿的, 恨不得将我牵刀忘剐了吧。 哼, 你还能这么冷静地坐在我面前约我喝茶? 韩总真是好心态呀, 我不佩服都不行呢。 韩家如今所有的事情, 哪一件跟她是没有关系的? 从最开始韩婉林对付她到现在, 她稳坐韩市集团大股东的位置, 甚至把韩家踢出了四大豪门, 全都是她的杰作。 韩家不恨她, 那她做梦都要笑醒了。